工地基地严重塌陷 除了大量钢材掉落 就连怪手也卡在中间 一整片铁皮围犁严重扭曲变形 旁边博游路列出好几道裂缝 现场满目撑溢 紧急吊派水车灌江车 来到现场持续性灌江回田 就是担心坍塌范围再扩大 要及时止损 做好预防性措施 从制高点看更清楚 塌陷公寓前方和正隔壁 各有一处新建案 再往右边则是稻民中学 也受到搏击 新建工地旁的人行步道 不只出现大面积军裂 还整片翘起 甚至搏击到了一旁的稻民中学 墙壁裂开 可以放进两个成人手掌 甚至连操场也出现裂痕 8号一早结构技师工会 理事长成为现场进行勘察 初步判定造势原因 有可能就是因为 建商没有确实打大地 部分就挖到底 是部分是还没有挖到 是不是因为原区壁破洞 或者是说因为下面了 因为土质比较差 然后产生一些隆起 内极的一些挤压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在做事后的一些 这个检讨跟探讨 虽然已经灌入 六百到七百立方公尺混凝土 要尽快补破网 把坑洞补起来 但是意外来突然 临近滑下以及公寓 楼梯间也都是军裂痕迹 还可以的还可以 不很严重 因为我刚刚有走过 有走过来了 应该没看到 坍塌意外吞噬公寓 市府及相关单位 成立前进指挥所 除了要尽快帮住户 恢复家园 更要追出酿货原因 后续该负习的责任 一个都逃不了 三令新闻戴尾城和孟哲 杨思颖游涛 SNG小组台北 参与报道